想不到吧 饺子也是俄罗斯人 从小吃到大的传统美食哦 除了肉馅饺子 还有苹果馅 樱桃馅 奶渣馅 还可以配酸奶油 佩服得佳呢 而且不止俄罗斯人 还有哈萨克人 朝鲜人 中国周边好多国家都会包饺子呢 饺子不是中国的吗 不用担心 饺子当然是中国的 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火遍大家南北的饺子 被北方草原的蒙古人也看上了 后来他们振战欧亚大陆 饺子也跟着传开了 还有中国的馒头 蒸饼 被带到了日本 面条被带到了意大利 中国的面点小吃 在古代就已经传遍世界了 古代面点跟现在一样吗 那得看有多古 老罗伊纪南北朝 除了烧饼 蒸饼 煎饼 还有馒头 面条 馄饨 特别是我们最熟悉的饺子 也是这时出现的 但这些看起来都还有点粗糙 随唐的面点 就直接来了个大计划 各种花色 各种温路 怎么好看怎么来 有梅花式的 菊花式的 四棒花纹的 八棒花纹的 还有叶形的 环形的 筒形的 我看这就是春卷吧 饺子跟现在也一样一样的了 再看这块宝像花纹月饼 也不知道是什么线的 大唐的时候 不是还有丝绸之路吗 长安街头还特别流行一种 虎饼 就是烤囊 都是那时从新玉尝进来的 好想去大唐街头吃小吃啊 在大唐要吃到这些 你只能玩街头算 但自宋太起 各大酒楼饭店 也开始卖面点了 明清更是把面点抬上了宴席 饭后来份点心什么的 都是必备的了 大说花纹的面点 就在这时分出了 京市 苏市 和广市 三大流派 京城宫田里的点心 是最讲究的 比如这贵妃饼 一定要点出贵妃额头上的花式 鱼大国人也要滚出内展的心 还有萨吉玛 没想到吧 这也是中国面点 一定要有充足的蜂蜜包裹 才能足够甜蜜 民间的面点就跟接地起 北京肉末烧饼 天津狗布里包子 东北大麻花 都是街头的热闻 再看看这山东大馒头 就是要够大够厚实 还有这配色大胆的花膜 仿佛上面就写最两个字 喜庆 对比北方的朴实大气 被山水园林滋养出的江南人 就更喜欢些精致的小玩意儿 在苏州 扬州 杭州发展的苏式甜点 最擅长的就是造型 每一份点心 都是厨师们独具匠心的艺术品 你看怀阳的茶点 西湖的船点 样子一个比一个秀丽可爱 可谓是点心中的阳春白雪 还有吃法奖中的汤包 做法新颖的生煎 鲜料多样的粽子 滑色精美的高团 有甜有咸 鲜味香浓 仿佛都带着典雅的江南气息 如果说北方面点 是宫廷观礼和街头小吃 苏式面点 是茶楼里的闲情雅食 那广式点心 就是融入了一日三餐的生活方式 猪翻角自古就是开放口岸 中西合璧 南北交融的饮食特点 让老馆们爱好成心 虾饺 烧卖 蛋挞 叉烧包 这四大天王 就是杰出的代表 还有马蹄糕 菠萝包 咸水饺 和老婆饼 在老馆们最爱的早茶时光里 一种香茶 两斤点心 就可以悠闲的 消磨一整个上午 金市 苏式 广市 你最爱拿款口味的点心呢 还有 你最爱拿着 再ص导 刚好